上禮拜的重点,大家回顾一下 反正国外物有这么多按钮 反正做完之后,你最后需要做按钮 看你自己决定 有的时候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做按钮 反正就把效果做出来 第一个就是合格不合格,清除 多重是ABCD,清除 另外除了可以输出资料之外,可以输出颜色 输出完资料之后,顺便再把颜色加上去 那我们有几种格式,包含就是变颜色 变底色,变框线,然后变粗细 就是颜色的这个B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清除 清除的话就是再把这些效果拿掉 那这上礼拜的重点,另外还有就是加实线 除了实线之外,然后再加上红色,颜色部分 然后再加那个线条的粗细 那另外还有双线,双线指的是 清楚,双线指的是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 变成出双线的话,应该上礼拜的重点都有 所以回去的话如果忘记的话,还是一定要花时间 因为其实说这个会跟不会 其实就是你愿不愿去练习而已 那你如果会的话,你可以再延伸 那后面当然很多复杂的自动化功能 你会看到一键可以完成所有报表的那些动作 其实都是从简单开始的 所以如果你从简单的东西,你基础还没达稳 你更不要说后面更难的一些相关的设计 其实我讲来讲去大概都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基本上里面一定 如果会有一整栏,那一定有回圈 那回圈一定会有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对不对,里面要做什么? 里面一定会有Sales物件 也会有Range物件,可能会有Range物件 那Sales跟Range用的最多 另外顶多就是这个地方有所谓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的话,那个结构一定要很熟悉 if,中间一个逻辑条件,然后then做什么? 如果它有条件为true的时候,反之else 做什么?如果反之 那如果多重的话,像这边有成绩多重 会加上一个else if 你就一直else if,一直else if,下去就OK了 那最后当然上个礼拜最后是有增加一个框线的部分 那框线实际上就一个物件 就是那个Bolders Bolders点,有没有? 实线的话呢,那就是它的Lifestyle 那Lifestyle里面的实线有个词数 一个那个常数 如果你不会,你可以按一个F1 F1嘛,它会跟你讲那个实线的参数怎么下 那另外红色的话,就是那个它的 也是Bolders的color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就是一个Lifestyle 一、二、三、四、三 这有加密码 那里面的话呢,就是Lifestyle 这个是连续线,再加上Bolders的color ML RGB就OK了 我把字放大一下 工具里面的选项 拽写风格里面的这个 稍微放大一下 那这个是实线 这个是再加一个红色 一样是实线 如果要加出线条的话 这边有个位置 等于这一个 那清楚的话呢 一律就把LightStyle怎么样 等于没有就可以了 没有在Excel VBA里面呢 它多半是XL None 这些其实都会反复的出现 如果你不知道那里面 该给它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邮标放在LightStyle上 按一个F1 它会自动帮你跳出一个说明档 那说明档里面呢 也有相关的说明 这边有一个连结 你可以点击它之后 它会告诉你有哪些线条 你该怎么给它的参数名称 这个大概是上个礼拜 我们讲的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就来看 就有关那个表单的部分 那这边多一个启动表单 比如说我今天 因为假设老师要输入成绩的时候 那有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在这上面输入 其实也OK 可是问题 有的时候有些使用者 他会乱输入 输入一些不应该输入的资料 到你的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那很麻烦 有的时候你一输入 反而他要花更多时间去检查错误 所以宁可就是说 你尽可能的比较上使用的随便输入资料 因为有的时候反而你给他太多的自由 反而是问题的开始 所以有多一点的规范 其实你就不需要说再花时间去检查错误 就像之前有一个同学吧 他是公卖局 他专门 他底下的那个厂商有五百多家 然后五百多家 他以前就是给他们一个 类似像的表格去输入资料 结果一回来之后 他反而花更多时间在检查厂商回来的资料 他就不生其老 因为还要再想说怎么去查那个错误 可能比如说里面应该输入哪些范围到哪些范围 他不是 他就给你输入错误 或是给你输入一些中文在里面 那你当然最后计算一定会发生 很多的错误出现 那所以与其这样 他后来就做什么 类似像表单的东西 就类似像这样 一请你帮我填什么 二请你帮我填什么 那我们大概这边 就是逻辑很简单 反正你就帮我填 总共会有几个 总共有四个资料 一二三四 我填完之后按个新增 他就会填进去 但是如果说你填的资料 你的格式不正确 我会跳出警告 跟你讲说请不要 就是输入不正确的那个资料形态 或资料的范围 那这样的话可以先防止 他输入一些错误的资料的话 那往后你就根本就不用再去检查了 那查完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帮他算什么 类似像平均成绩 还有什么合格不合格 还有这个 那这几个因为前面我们有制定函数 所以你其实可以什么 呼叫制定函数 然后就可以把结果顺便 所以有四个是输入的时候填了 那另外有三个是自动产生的 当你按一下新增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填上去 那填完之后再把资料清除掉 再换下一个 所以如果假如有老师要输入的话 还可以把资料放旁边 就可以一边输入一边输入 这样其实会快很多 另外当然姓名的部分 这边当然没有自动化 不过最好是什么 有个下拉清单 当他要用挑的也其实更好 不过当然这个一定可以办得到 只是说我们按部就慢慢来 初期的话也许 假设我们就是输入 那未来当然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个 表单里面有个下拉清单 然后你可以自动从哪里 从某一个清单 假设有全班的姓名 你可以当载入这个表单的时候 把那个清单放进去 以后老师就用下拉选的就好了 这样的话更方便 而且更不容易犯错 OK 这样等于就是可以 一个很好的使用者界面了 那输入的也比较知道该怎么输入 然后后续拿到这个资料的 也不用担心说你有没有输入错误的问题 这样不是皆大欢喜而且效率也提高了 好那这个地方怎么完成这个表单 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 因为很多同学很想要学表单 可是都不知道怎么学 而且很多书里面讲 好像VPA的书里面讲到表单设计的 其实也不算太多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怎么怎么做 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要把这个学会 其实我倒觉得比Photoshop还简单 因为它的概念跟拉画面 跟Photoshop有点像 接下来是说你要按下它的时候 怎么去抓到这些里面的资料 丢到哪一个位置 那哪一个位置 基本上你还是会用到VPA前面讲过 比如说侦测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然后你只要把这一列的位置加1 就是它下一列应该输入的位置 然后输入到哪一个储存格 那一定是Sales 这个位置的A栏 B栏 C栏 D栏 然后后面再把这三个完成 你就完成输入的动作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 那我们一个来看 首先我们先Demo给各位看 第一个比如说输入一个同学叫AAA Enter一下它的成绩呢 比如说是80分 Enter 90分 Enter 再95分 那理论上 其实按个Enter 应该就输入最好了 不过这边我看我们有做 好像没做 会 有 Enter之后你会发现 我就把AAA 只是要输入进来了 然后它又清空了 这时候你可以再输入什么 BBB 然后又可以输入 第二个同学的成绩了 再Enter 就换下一个 那再CCC 不过我看一下 我这个防呆不知道有没有做 那所谓的防呆就是输入120分 这应该不OK吗 Enter一下看看 当然最后再 我们看 然后这个50 这个正确 那理论上这边有一个是错误的成绩 如果理论上Enter 你不能输入嘛 要跳出一个警告 不过这个好像防呆王 我不确定有没有做 如果没做 待会等一下再补上去 理论上 有没有 它这个时候会跳出一个警告 因为当我按下Enter的时候 它就先判断一下 怎么判断呢 其实就前面讲的 一副 第一个的成绩 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如果不是的话 就跳一个这个讯息方块 这个叫Message Box 然后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其实你按下确定 比较好的方式是应该 游标放在出错的那个位置 并且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告诉它 请你重新填这个资料 我看有我们做这件事呢 有 有没有 游标要放在这里 那游标要怎么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并且把资料清空 让它重新填写 那当然如果它填写是正确的话 那一样Enter Enter 这个地方Enter的时候呢 有没有 它才可以输入 那你会发现 输入基本上呢 我们只有输入 一二三四个资料 后面三个资料是自动产生的 那这个产生的方式 其实就是呼叫之前写过的那个 制定函数就可以了 在表单里面也可以呼叫 OK 好 那这个是逻辑应该可以 我们等一下就是教各位 怎么样把这一个流程 全部做完 那以后的话 尽可能 你以后要输入资料 自己反正多做几次 我想你对这东西慢慢就熟悉了 而且其实非常好 将来如果你要让人家输入资料的时候 我是建议尽量让它有一些限制 不要让它漫无目的随便输入 否则的话 那恶梦的开始 因为很多 很多公司 他们最大的问题是 已经输入很长一段时间乱七八糟的资料 才来想怎么办 然后来问我说 这地方该怎么办比较好 那这个就很麻烦了 有没有 你后面变成你要去 再把前面错的 做一些逻辑 而且那个逻辑很复杂 当然也可以再把它解决 不过与其这样 你可以分两 一个是把前面的错误解决 一个是以后就用表单去输入资料 这样以后新的就会一劳永逸了 就不会再犯错了 那旧的呢 就慢慢再去改 那这样以后会比较 不用花太多时间 否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人浪费很多时间 都是在检查错误上面 那如果这些时间省下来 那不是很方便吧 那以后就不会有错 那就不用去检查了嘛 对不对 大家都遵循 就规规矩矩的 其实好像感觉 去日本就有这种感觉 大家都很乖 都不会犯错 而且他们都 我觉得他们自治能力很好 而且也不会有任何那种暴冲的感觉 在台湾比较多 你可能到东南亚更多 东南亚国家暴冲情形 比台湾还更恐怖了 因为台湾目前看起来 还已经算蛮乖 还如果你到东南亚国家 你觉得台湾好像还蛮好的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 第一个 那如何做一个这样的表单 并且把它启动 第一阶段 请各位注意一下 怎么做这个东西 第一开发人员 第二的话呢 一样就Visual Basic 那Visual Basic里面 我先看一下 那特别注意呢 我有两个模组 这个是刚刚那种新的 就是已经做完的 另外一个是 这个这个我先把这个 这个模组 这个先关起来 这个先 就像你们的 假设你们有点 类似像这样 那那个表单怎么加 第一个 请你在你的这个专案 比如说那个 逻辑函数 这个按右键插入 我们前面是模组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有一个插入 制定表单 其实就从这边开始 那这个制定表单里面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表单给你 那这个表单呢 实际上就是有点像 将来要跳出来的画面 当然你现在直接执行 它也会跳 不过是这样子 一个白白灰灰的东西 那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 可以把它做出类似像 我们 也许你可以把它切到 我们那个程式码 参考里面 往下找 类似 请你帮我做成 这个样子 那首先 你从左边开始看 左边的话呢 它一定名称呢 叫HOME 有没有 这个表单叫HOME 那所以呢 请你注意一下 它预设的名称 不叫HOME 它叫User Phone 1 对不对 所以请你把它改一个名称 那如何改名称呢 一 请你点选它 因为你插入一个 制定表单 它才会出现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个 资料夹 然后有个名称 叫User Phone 1 那请你把 这个名称 改成HOME好了 我习惯 叫HOME 那你不改 没有关系 只是说以后呢 你就要叫User Phone 1 按Enter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叫HOME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希望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表单 那我希望在第二个动作是希望 名字先改了 第二个的话呢 改这个表单本身的名称 叫乘机系统好了 然后呢 它的颜色本来就灰色 把它改成浅绿色的 怎么加浅绿色 其一 特别需要 它这边底下有个属性 这个属性 面板一定要打开 我前面好像讲过了 检视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属性面 属性视窗 它会在这边出现 所以这个一定要打开 你不小心关掉的话 记得从检视里面有一个属性视窗 那你如果点这一个表单的话 它的这个Caption 就是决定它的左上角这个名称 所以你这边名称的话 假设你给它输入一个叫什么 成绩系统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成绩系统 成绩系统 OK 特别需要是 这个属性的名称叫Caption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叫成绩系统了 再来它的底色 大小当然你可以任意拖拉 你可以大一点小一点 这个大小你自己可以决定 因为将来你执行它多大 就是你设定多大它就多大 那当然前提是 你要按照你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只有填四个东西 你不要拉那么大 感觉好像旁边都空空的 这样不好看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呢 改了名称 然后呢 再来就是Caption 所以改Name 改Caption 再来改它的底色 底色的话呢 顾名思义 它叫做什么呢 诶 这边也叫做什么 Bed Color Bed Color就是这个的背景颜色 所以你点击这个箭头 那我是建议你用调色盘 它这边有系统跟调色盘 调色盘的话选一个浅的绿色 有没有 那就完成了三个动作 三个属性变更 那当然其他 有些没讲到 你也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有同学 老师这个成绩系统 姿态也小 我可以放大 可以 怎么放大呢 缝车 旁边有个小小点点 你如果把它改成14按确定 本来9号按确定 缝车 这个是字的大小 不是在这里 就是属性 可能 我记得是这个缝 还是这个icon 还是哪里 OK 里面这边就是属性 属性的话 就是设定它的整个外观 里面要长什么样子 OK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第一阶段完成 所以我刚刚主要是改了三个 再来的话 画在上面 1234 这个是Label 标签 这四个是我们的 叫Test Box 文字方块 再加上一个按钮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用到三种 上面东西我们叫原件 三种原件 这个是Label 标签 这个是Test Box Button 三种 那这三种在哪里呢 基本上你点一下 这个叫 点一下这个表单的时候 它会出现 如果你点一下它没出现的话 上面有个工具箱 或者是说呢 检视里面也有工具箱 那理论上 当然有些人也很习惯 就把它打叉叉不见了 没关系 这边有个什么工具箱 电影 那我们主要是第一 大A是标签 就是Label 这个是文字方块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 命令按钮 Commend Button 所以我们会用到三种就好了 其他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的元件 不过呢 暂时这边还用不到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有个所谓的那个下拉清单 有没有 其实是可以用这一个啦 不过我们暂时先不要用 我们大概用比较简单的 那第一个就是我需要做什么呢 标签 姓名 还有这 总能有四个 那做法 拖拉一个 好 那这个的话呢 你会发现 上面可能跟我们要的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 请你把它的Caption改一下 这边改成姓名 Enter一下 有没有 输入完之后Enter 名称改了 第二个的话 我们还需要改什么 它的颜色 跟它的底色好了 那颜色跟底色 第二个的话呢 改它的字的大小 字大小的话就Fone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 那我大概预设是14 我刚刚改了14 它也14 那把它改大概大一点 24看看 再这么大好了 OK 然后这个框框 你大概把它调一下 那大概调四个字大小吧 因为四个 因为等一下每一个 大概还有四个字的 那第二个的话 OK 好 第二个的话底色 把那个back color 有没有 把它改一下 要去把它改成灰色好了 我改这个灰色 然后字的颜色呢 叫Fone color F开头 所以往下找 Fone color 点击它 如果我希望改成什么 改成深绿色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做好一个了 之前可能还有 比较有同学的问题就是 字能不能自中 当然可以自中 在哪里 其实之前没讲 不过我们常常同学问 你找一下嘛 Tex Aline 有没有 不过它的属性名称 它都用英文的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英文了解一下 它那边有一个什么 预设是Labs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改成Center 它就自中了 但是它那个对齐方式 它只有水平的哦 它没有垂直的 我找不到垂直的 没有那个Vertical 就是垂直的那个 所以呢 你只能水平啦 目前 不然就是 就把它 好 这样子好了 那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如果你还要做另外三个 那当然你可能要再做三次哦 我建议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习惯是拖拉的时候 顺便按Ctrl键 就复制一个 然后改什么 改它的Caption 有没有 改那个名称嘛 在Ctrl键按住 那你会发现哦 都拉了准哦 一次就可以到位 改一下嘛 这样好 OK哦 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 刚好啦 要 因为我这做了很久了 所以你可能 也许这样歪来歪 没关系 反正你歪了哦 它也可以有一些方法 这样拉 旋起来 跟那个Photoshop很像 格式里面有个什么呢 对齐 有没有 然后呢 所谓的主控像 就是白色的 也就是你第一个碰到的 第一个碰到的主控像 如果你下面往上的话 下面是主控像 那比如说我今天由上到下 我希望对齐上面这一个 你可以格式里面的对齐 左圆好了 OK 那另外第二个是它的间距 有没有 格式里面水平还是垂直呢 垂直吧 OK 然后把它加相等 另外如果这个时候 假设有的大有的小 其实还有什么呢 可以把所有的按钮都调整 一样的大小 有没有 完全一样 这样的话呢 四个就OK了 第一个阶段就完成了 就是那个 Label 第二个的话呢 文字方块 旁边需要让人家输入一些东西 所以你拉一个长条 大家先确定一下位置啦 确定好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一样 向下一个 反正也是一样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那如果拉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办法一下那么准确 没关系 再怎么样呢 对齐一下 对齐左圆啊 然后再垂直相等就可以了 看起来好像都一样 OK 其实因为可能这个已经拉得很精确了 所以一次就到位了 然后按钮的话 命令按钮 再怎么样呢 拉一下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会卡面Button 那请你把这个 它的名称改成什么 确定就好了 Enter 然后呢 这个大小也许就是 字的大小大概改成 比如24好 一样24 然后 back color也许我看一下我这边颜色 都绿色 反正这个颜色呢 你可以自己再调配一下 我是大概一个参考的颜色 然后前景的颜色呢 也许就把它改成 假设也是深绿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子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 嗯 画面的设计 OK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一下 特别主要 第一个先在你的那个专案 VBA的专案上方按右键 会有一个那个 按右键之后有个插入 制定表单 然后呢 再分别 参考那个云端上面的 那个表单的画面 好 尽可能的能够 参考啦 反正参考那上面的那个表单 好 的 那 是